大家好 这里课呢 我先给大家讲一下什么是内容 什么是外容 为什么要给大家先讲 这样的一个内容呢 因为很多人呢其实不理解 咱们这种佛称 我就只听说过是锻炼肌肉 你这一说 这个锻炼内容是不是有点 太牵强了 就很多人有本的不理解 在这里呢就给大家先讲解一下 这种概念性的东西 也方便大家日后的学习 也能加深大家的理解 咱们首先讲一下什么是内容 内容呢其实 很简单理解的 意思呢就是锻炼咱们 外在的东西肌肉 筋骨就停留在这 比较高深的就是筋骨 基本上就是停留在肌肉 肌肉的爆发力耐力 还有绝对力量 这个就是外在的功法 现在基本上所有的健身运动 都是唱着都可以归类 什么健身的拳击 散打呀 这些基本上都是 这个就是内容 那内容是什么呢 内容呢其实就是锻炼咱们的 内脏 这个内脏呢包括内脏的健康功能 以及它的那个 这个锋嘛 结实的程度 比方说抗体挡 这个内脏肌肉 其实抗体挡 这个也算 还有这个内脏的发力 这个内脏发力 就是咱们打拳的时候 就有内脏的发力 这些呢 这些都是属于内容 这个就是内容 然后再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内容和外容的区别呢 不是这个在这个训练的方式 你比方说简简单单的符合称啊 你如果是正常的练 就哼哧哼哧哼哧 这么一练 那你练的就是啥呢 练的就是这个胸大肌 还有这个三脏肌什么的啊 你主要就是练在这儿 但是如果是你用内脏的心脏的话 那你练的东西就不一样了 所以说呢咱们这个内脏和外脏的区别呢 不是在于它以何种运动的方式的区别啊 而是在你内在的一个系列上的区别啊 你比方说跑步也是 其实啊 你要是就是这么的正常跑步 那你练的也就是败功啊 但是你要是姿势调对了啊 你姿势调标准了啊 其实你可以能达到这个 在跑步的过程中 对你的吸费功能能达到层面的增加啊 就是提供吸费功能是效果更好啊 而且呢它这个肺部这个运动啊 它推着这个隔膜往下压啊 压缩它会挤压你的这个内脏 产生到这个按摩内脏的效果啊 所以说如果是你这么确定啊 那你变得一样是内容啊 或者是